重複一样的东西太无聊了 设计设计没学过 我们千言是2012年创办的 我们做的是一个独特的风格 而不是跟其他设计公司去帮助客户 做他们想要的风格 Art Deco是20年代到40年代的一个艺术的movement 上海其实是一个Art Deco 很浓厚的一个城市 但是我想要复制的是在上海 复制的是那个精神 就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不同的文化 很多不同的新的思想 去融入在这个上海的城市去变成一个东西 而不是拿那些家具来这边放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Urban Deco里面 会有很多不同文化的影响 有些北欧的 有些中式的 有些美式的甚至 很幸福可以做到这个行业 就我买我喜欢的东西 多爽啊 我们这套房子当然我也有从家里面 拿了很多不同的物件来 东南亚的一些皮影 这个是好久以前都泰国拿回来的 我在埃及长大的 我很喜欢拿一些中东的东西 因为很多是青铜或铜的东西 床上的throw 因为如果你只放一个床带的话 太单纯了 用设计去改变这个房子的价值 很大一点体现的是 你在里面空间的改动 老房子特别好做到这一点 这套房子就是从 1加1一个很大的房间 一个很小的房间 变成现在2加1 可以做到三房的格局 那这个加1的概念 现在是一个书房 甚至一个麻将房 因为我放一个房桌在里面 厨房我要求的标准是show kitchen 是像一个舞台一样 从我的面板 从我的台面 从我的电器 从我的那根水龙头 还有我的把手 都要像是一个精心去stage的舞台一样 特别是我们的吧台 跟后面的书房 有一个窗洞的 所以两边都可以用 我跟我太太在讨论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想说是不是我们要把客楼做大一点 因为女孩子可能喜欢大一点的卫生间 那我就说我觉得一个吧台比较好 因为这个比较适合 我心目中这个房子的target audience 他们会想要的 而且多一个功能 是别的房子没有的 另外比较满意的是 我的日式温泉 马赛克式面还搭配很多木式面 因为木头会给别人比较放松的感觉 老房子跟新房子 很好的比喻是 一边是断舍离 这房子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 这种极简没有缝 另外一边是像走进一个博物馆一样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物件 很多历史 很多有感情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岁月带来的美 我要的不是去通过设计赚钱 而是通过设计又做了一个很好看的 这个是我的目的 那我也很高兴 我现在生活状态 我相信我是越做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再次帮忙